这是我欠你的钱 数清楚了 从今以后 我们再没有任何关系 天哥 我只是来看你而已 绝对没有别的意思 我可以发誓 呦 这不是庞达吗 竟然都来了 一起吃点呗 李浩 你怎么在这儿 你这次是带着诚意来的 要是存了别的心思 那就真是诸狗不如了 对吧 对对对 庞达 不对 庞总 您如今也是大经济公司的经理了 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啊 也就是个打工人而已 不足挂齿 不足挂齿 这小子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今天怎么突然这么客气 之前小弟我啊 不懂事 多有得罪 您不会怪罪我吧 没事没事 过去的 就让他过去吧 庞总大气 来 我们走一个 干了 若兰 林医生怎么和庞达打成一片了 我也不知道 庞总 咱们现在是朋友了吧 当然 那喝完这杯 你就要对我们坦诚相见了 没 没问题 咱们坦诚 相见 林浩 他这是怎么了 一点点催眠术而已 庞达 我下面问的问题 你必须如实回答 不得有一句序言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林石天已经可以继续做话了 所以我就想让他再帮我赚钱 哼 果然是这样 当初林石天出车后的原因 你是否知情 知道 那辆车交给林石天之前 我已经找人 在刹车和油门上做过手脚了 什么 混蛋 石天哥 先别冲动 我待你不保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 老公 先让林医生把话问完吧 待我不搏 我按前马后替他炒作包装 后来功成名就赚了钱 难道我不该站大头 你还石天哥出车祸 就只是因为赚的少 哦 在背后策划车祸的人 是经纪公司的董事长 雷美英 雷美英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著名画家的绝笔 可以卖到天价 他欠了巨额赌债 所以想让林石天死 拍卖他的遗作 谋财汉明是要坐牢的 这种事你也愿意帮他干 之前他请我吃饭 让自家的女仆给我上酒 我也没有多想 就直接喝了 但酒里被雷美英提前下了药 我喝后控制不住自己 被女仆犯下了受刑 雷美英用录像威胁我 如果不按他说的做 就让我身败名裂 混蛋 我今天要打死你 石天哥 你先别激动 嫂子 你还有其他证据吗 我有当初石天 出车祸之后的车辆检测报告 可以相互印证 若兰 你把录像说的这些都存好 顺便报警 嗯 交给我吧 这次 一定要让这些家伙 好好长长记性 这些地经后面几张的心法 希望对零号有点帮助 嗯 这是 追杀令 啊 什么人 有种就给我滚出来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画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嗯 你们竟敢加害无期 最不容赚 就连斗雀公的孤雾兵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时 那就只能 灭足了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现都市 成敬 最强神王 金戈铁马战修 动腾江场鼠风流 各位兄弟 今日 定要扫牵我贼 重申之都市修仙 这个暑假 看卦网陈贝玄一路打脸上翻天 是人都说玄家玄虹武功在世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殷姬的女子勾结了 别了 啊 何时才能为您告证吧 邪鬼 圣列的ić羹 呃 八尘刀鸳鸳鸳鸭 地下拳赛鲜血飞剑 文圣拳 空手道 各路高上擂胎击袋 击袖 谁说传统武术 只是花架子 继上拳台 生死勿论 今日考博术 如何成为功夫之王 我是平安镇的警探 太乱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想快速止血 必须上去云门 下暗阳关 只要进了这门 都算是我的病人 萧姐姐 你不会以为 我只懂医术吧 就凭一群乌合之众 别想来教训我 下面就交给我吧